好,各位香港市民,各位傳媒朋友 首先,第一件事,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其實今天的記者會最主要是涉及到我們全香港有39條的租子屋邨 即是我們市民經常說的就是出售公屋的屋邨 內容是什麼呢?就是涉嫌有一些短根或老根的情況在租子屋邨出現 我相信大家今天在立法會的口頭質詢環節 其實我一直都在追殺政府 就是要他跟進租子屋邨的樓宇結構問題 我經常都說人命安全比任何事情很重要 但我們各位地區裏面都收到一些租子屋邨的業主 或者他的法團都聯絡我們 我們今天就想借足原北村的個案去跟傳媒朋友 以及全港市民說一下究竟政府,特別是房委會 在處理租子屋邨的結構問題上的一些問題 在這裡給一些背景知道大家 其實足原北村是1987到1989年相繼落成的 也透過1999年的租子計劃賣給足原北村的居民 到現在為止是有30年的扭令的了 其實過往足原北村的問題 不論紫皮石好 不論現在露根也好 其實都是困擾他們的小業主 法團嘗試用很多方法 去跟房署和房委會講訴 不過往往都是基於 他們經常都說 說獨立調查組 俗稱ICU 那個的判斷就為終極判斷 其實今天我們講的話題 就是足原北村 有很多地方都出現一些露根的情況 這個是涉及到 它的樓越結構 是懷疑和當年的圖則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這個記者會 希望讓傳媒朋友 都幫手告訴市民 另外除了足原北村之外 我們認為其實都是冰山一角的 因為我們在看全香港有39條的租子屋邨 居民人數涉及數二百萬 那究竟這些租子屋邨 是不是當房委會賣斷了 賣了給私業主之後 他可以甚麼都不理 可以完全是視安全而不見 我覺得這一點 是我們都不可以接受的 那一會兒我們會有些建議 也會有些情況 都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不如先介紹我們的朋友 好嗎 在我的左手邊 就是足原北村的 業主樂案法團 阿溫先生 在右手邊 就是當區的區議員丁志威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三位我們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一起幫手跟進這件事的 那包括有劉國昏 陳恆斌 和何俊賢 那不如事不宜遲 我先將時間交給丁志威 好嗎 先講講情況好嗎 丁志威 或者具體呢 我跟這麼多位媒體朋友講講 那很多人都不明白 因為今早呢 那麽議員 還有幾位不同界別的議員呢 就進行口頭質詢 那就住關於這個出售公屋 特別追問局長 關於如果是足原北村 涉嫌有這些偷工減料的情況 是怎樣處理 那或者我簡單這樣講講 那當然房署 一向的態度呢 就是說 如果是有維修保養基金呢 是由法團去處理 其實這個呢 這個概念是錯的 因為我簡單講解一下 就是 你設計一個手提電話 好像房署那樣 是發展商的設計者來的 如果你手提電話 裡面內藏那個理電呢 是有潛在建築 就是潛在危險 譬如爆炸那樣為例呢 你不可能說 將來的保養呢 是由那個用家自負的 這個觀點呢 所以啊 今天也要跟大家釐清一下 也都要跟大家講解 為什麼呢 我們一直以來呢 我想由開村到現在了 主席啊 我們一直呢 都就著足原北村的 Latant Defect 就是潛在建築缺陷這裡呢 我們不斷追討的 最新這個鋼根事件呢 其實都是有一段時間的了 這個蟬逢的問題 我們這條村 還包括這個紫皮石 不斷剝落 這裡呢 從來都沒有間斷過去了解的 所以今天呢 也都有一些專家的報告呢 因為專業人士 劉博士在趕車過來 今天外面加洞 情況不理想 那我們都會一路 將資料給大家 我想一陣都會有個發問環節 或者如果有需要 我們都可以準備給大家的 那同時間我想 主席也都可能 可能主席都可以 都在第一身 就是代表 我和他都代表街坊 居民的議員下面呢 也都講解 因為我們實質上呢 都在足原北村那麼多棟樓 不同的地方呢 都進行過陷探和研究的 是不是啊主席 是啊 主席我交給你 不如講解一個報告好嗎主席 都很正義地站出來 幫我們足原北村 講他公道的說話 那剛剛丁議員都講了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外皮外牆的紫皮石 我們已經追討了差不多二十年 但是都是防止在這裡推的 撒太極 那在最近呢 我們都經過 因為我們經常發現 我們的蟬逢呢 就有很多裂逢 我們經常去修補 那麼修補十幾二十年來呢 不停在這裡修補那裡都列的 那麼我們在去年的一九二零一七年呢 十一月呢 就維修了一塊喉館的時間呢 就發現呢 就原來作開了之後呢 原來的鋼筋呢 就比例呢 給他們那個建築的圖織呢 都是不相符的 例如說呢 他見了一個圖織呢 就是說應該是二十的mm的呢 他竟然呢 去到成二十五三十 也都呢 如果比例是三十五的呢 他去到四十二四十五的 那麼 專家呢 計到這條數出來之後呢 你都發現呢 就是那個 初步的估計呢 就是起碼呢 如果那個計算法呢 就起碼少了三分一的鋼筋 那麼很坦白說 大家都 我們的居民真是很害怕的 怕什麼呢 最近大家 傳媒朋友都看到呢 聽到 那個沙中線那個 鋼筋的問題呢 他們的鋼筋是不扭進去螺絲後 但是我們是沒有了鋼筋 那麼那個山峰呢 在日曬爾林 本來山峰就是我們 居民避雨啊地方 我們日曬爾林 行過避雨啊 風雨 但是今時今日呢 山峰呢 就隨時有一個倒塌的危機在這裡 那麼這個不是我危言重定的 也都是專家 我們叫一個工程師 也都很清晰 在這個報告裡寫了出來的了 就說著呢 是隨時有一個倒塌的危險的 那麼基於這個原因呢 我們都求助無門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希望呢 我們立法會議員呢 是全力去幫我們討回一個公道 因為這個是租置屋 我們居民說真的 我們有多少錢去買這些屋 我們今時今日 想有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 但是政府給到我們的呢 是不安居不樂業 是置在危陋的底下 那麼試問我們 如何安居樂業 如何安心呢 我就是希望呢 各位議員呢 就是能夠幫我們 出爭 跟我們爭取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呢 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防委會呢 因為其實一直都跟防委會在那裡扯著的 那麼防委會呢 都透過他的獨立調查組呢 就 較早前就覆了封信呢 就給法團 那麼他就提出呢 這些呢 是屬於 沒有問題的 那麼法團呢 就要自己去處理 那麼我們就認為呢 這個獨立審查組呢 就是遞屬應耀康的 按道理呢 就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原則上呢 是沒有一個公信力呢 讓小業主呢 是可以更明白這件事 小業主很簡單 一句說話而已 就是希望公平 公正 公開處理 第二個呢 關乎到人命安全的呢 我想是一件都嚴多的 那麼某程度上這個說法呢 運防局好 防控署好呢 一直都沒有正面回應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立法會的口頭質詢環節呢 都要求局長 是要去正面處理 或者我請我們其他立法會同事都可以表達這件事好嗎 是 陳芬議員 是 好 好 OK 好 要報道 7分多鐘 7分多鐘 不好意思啊 因為下面正在打鐘 我們說完這一段下去 事實上 事實上呢 主席剛剛說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若那個鋼筋是少了呢 的確是會令到它的承托力是沒有那麼大的 另外呢 我也都知道報告裡面 有說到 那些鋼筋 我們都見到 處局方呢 就是 沒有很直接 很正面的回應 那至於他 正是透過獨立審查組呢 去給一份 兩張紙的內容呢 那我也都覺得是很難接受的 那事實上呢 居民如果 這批的蟬逢呢 要去處理呢 我相信 阿丁智威議員 也都多次跟我說 很相信呢 那裡的居民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 有關的勘拆 甚至乎要做維修 有問題 甚至要拆掉它 再建立 這個是一個天價的工程來的 那作為本身住在公屋 都是買了那間 不是很大的屋而已 那結果要負擔那麼重呢 那我也都覺得是 不是很合理 那或者可能丁智威議員 多說一些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下去了 我們先下去了 然後再回來 好嗎 那都是很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很快下去下去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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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過這裡 好 好 我們可以細看 好 我們可以細看 來看一下 石屎的厚度 厚度 厚度 原本應該是八寸 即是二百個MM 有二百個MM 即是八寸 現在只剩七寸 即是七寸 即是七寸都給多了它 另外這張圖 都可以指出 那條鋼筋 例如剛才 有一位議員說 陳國昏 劉國昏 劉國昏 議員說 在這個位置 這條鋼筋 本來的石屎 面來講 距離 譬如說 應該兩寸 那裡 但現在 這條鋼筋 是大約三寸 即是 換句話說 底浸鐵和扁浸鐵 是不相符 這樣 承托力 是弱了很多 本來你鐵已經不夠了 加上你的承托力 不夠了 那就 即是危險上 加上危險 這個也是 結構工程師跟我說的 我也是 可惜今天 劉博士 可能真的在鋼筋 其實 除了主席說的鋼筋問題 剛才 Media朋友問得很好 你們見到 很多這些 紙皮石 其實我們這條村 外表看上去的剝落 情況是很嚴重 中原北村 在醫生而建 有八棟樓 其中 衛原樓 松原樓 柏原樓 那三棟 中間那個section 和風化 或者 和那些陽光 水分 是不關事的情況 下面 他都有一個 有個pattern去剝落 那 其實照片我都提供過給大家 那個 其實是 根本上建築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缺陷在這裏 加上鋼筋這件事 現在 我應該那天叫做露了面 所以 基本上 任何住在足原北村的街坊 你問他 我們紫皮石的問題 就是 個個都覺得是 離譜 還有他不是說 就是根據防衛會說 先維修後出售 我們 其實在區議會 是追討過這件事 他只不過是 整了很少的範圍 完全違背了先維修後出售的原則 其實 服務這個 TPS村 即是出售公屋的村 我都和其他區議員有談過 都有很多 林林總總的類似情況 就是當初賣的時候 其實是賣得幾急 賣得幾不公道 因為 表面上看 現在他們是屬於私樓 但其實 又有一些佔房署成份 一些 我應該說公屋的成份在這裏 有時一些美房 有一些老人家 獨居長者住的 其實那個結構是 就是本身房屋的住屋結構 那個structure 已經有不同的種類在這裏 不可以單一就是說 有事了 你們已經有法團了 你們就私人屋苑 你們解決 其實大家了解得深 你要賣一個出售公屋 都還有一個過程 不是好像我們想到一個 私樓那麼簡單的 所以這個是 算是防衛會 賣的時候 一個畸形一些的產物 這個呢 我覺得是冰山一角的 你來到祝元北村看 你會看到 很多紫皮石剝落的情況 反過來說 以公營房屋為例 就是防協 他健康村 中間都有個紫皮石剝落 防協最後都是 有跟他們法團去商量 去解決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祝元北村 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沒有處理 就說找個ICU 當然ICU獨立調查小組 是不是真的獨立 是不是真的有個確切性呢 我是很質疑的 同一個shelter 上班都是防委會 防署的同事 同一個building 他們內部 有一個說是獨立性在 但是作為居民代表 我又不覺得這件事的獨立性是這麼強 我覺得這件事的本質就是 現在浮了面了 去到現在 關於鋼筋外露了 旋鳳有問題了 我們來追 都多謝媒體朋友來關注 但是這件事 我們都是其實很要求 希望局長可以有些獨立性的 不只是說 和你們開完會了 看了兩頁子這樣去交代 這個是有些是做得很粗疏 你做一個調查報告 都要有個時間 就不是說開完會就算了 我們自己找專業人士 都是找了一個有認證的 還有其實前置後後 都不是找了一次的 每次都是推堂 是不是主席 是 這裡補 是 請問 因為你剛才有說過 你們其實那個 儀豪出現的 都很貧困 等於有一處 又有另外一處 就是這樣 那我想你可不可以 講具體一點點 其實 你說 大紀元審 講具體一點點 其實這些問題 出現得有幾個貧困 會令到你們幾大的噴灰 還有 你們現在那個主立案 可能那個運收法用 那類的話 其實你不知道 是很可怕 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還要遭遇你們幾個貧困 我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禅逢的裂痕 就是我們在2000年 我們成立的法團 就是在2000年我們成立的 我們當年成立 也是發現了這個禅逢的裂痕 當時也不是說很嚴重 但是其中呢 是有幾個是嚴重性的 嚴重性的 嚴重性的呢 就是當時我們和房子 都商討的 房子就 建議幫我們維修了36條 房子 幫我們維修了36條 但是其他呢 他覺得都不是很嚴重的 所以他就沒有維修 好 好了 到現在來講 他維修的那些呢 也都是陸續陸續浮現 而現時我們這些情況呢 我們都這麼多年來 不停在這裡試一下 如何去復修 它 但是我們試了很多個方法 是沒有辦法 令到它不再滅裂的 所以呢 就是去年的十一月呢 我們就打開了 那個煤軟樓 那個 那條裂縫 看看究竟 裡面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一些鋼筋 是不是一些老化煤了呢 這樣 然後打出來 才知道呢 裡面呢 最初我也嚇一跳的 剛才我有一段看到的 是看不到那條鋼筋的 我打成三寸幾 四寸 找不到那條鋼筋的 那我們繼續打 繼續找下去 才找到一條直的鋼筋 那找到直的鋼筋 找不到橫的 那找不到橫的呢 然後經過 結局公司跟我們說 你不如打開它 然後呢 打開了之後 才發現了嚴重性 這麼大 這個就是起因了 那你說我們總共呢 是維修了幾多次呢 我們18年 我們在說20年 18年 在維修這個裂縫呢 可以說得我們的銀碼 是超過了 不少於500萬 但是你說對我們的財政有沒有影響呢 我在這裡這麼說呢 我肯定一定有影響的 你想想我們的屋村呢 是一個貧富大眾住的地方 我們現在變成老人村了 那老人家 你何來有錢去維修 這麼龐大的 揭陷呢 最主要的問題呢 這個揭陷呢 基本上是建築揭陷 應該是房署 我們承辦商 應該要承擔這個責任 又不是由我們小業主 去承擔這個責任 我覺得如果你說由我們小業主 去承擔這個責任呢 是對我們小業主 是十分之不公平的 謝謝 我們下去打完鐘之後呢 我們也有幾位同事都一起幫忙聲援 謝偉俊議員都來了 他上次帶過來 那我就不如請賀俊議員 好嗎 好啊 是 謝偉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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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基本上呢 我是來自魚龍業 但是呢 我們聽到 丁智威議員 和柯創勝議員 跟進這件事件 我們都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之不公平 而且 根據防署的ICU出來的報告呢 他主要的質重重點 是在於 當年政府是給了 一萬四千元每戶的我們的業主 希望他將來做維修 現在出了事之後 他都說應該用這個基金去處理 但是問題是在於 剛才丁志偉議員的理論是正確的 如果當初在設計方面 甚至是建的方面會涉嫌 遇到一些偷工減料的情況 就是建築的時候已經出了問題的話 究竟是不是應該由業主承擔維修費用呢 所以我們在長期來說 剛才主席都提到了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用了五百萬元以上的金額去維修 然而如果結構是根足圖質去做 即是在安全結構裡面的話 是不是會令到那個內容性更加長 不需要禁了去維修 所以在過去這麼多年的維修費用 我們都覺得業主是白白浪費了一部份的 在將來來講究竟政府怎麼去補償這個事件呢 其實也真的跟沿水的情況有點相似 政府應該要承擔調查的責任 將這件事情搞清楚 究竟是否當初建築的時候 監管不足 如果是監管不足的話 應該要從什麼法律的角度呢 去將這些人承之於法 因為我相信足言不穿真是冰山一個 究竟其他的村 會不會同樣會有偷工減料的情況出現呢 所以我們是非常關注這個事件 而在未來 究竟特區政府會不會為這些流雨 還全面的一些檢查 我們都是非常關注 再者 剛才我言也都特別 今天在會上面也都質詢過陳凡局長 陳凡局長是基於防署給他的報告 去作出一些基礎的回應 但是我們覺得陳凡局長是一個負責的局長來的 他根據首相的資料作出現在的回應 沒錯 我們同意 但是 我們覺得防署那份報告調查是不盡不實 因為剛才主席都提到了 鋼筋是根據投資方面是有所出入 是由300的距離原本的建築規矩 去到420 如果鋼筋疏了的話 會不會令到那個蟬紅提早出現烈痕呢 其實這就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 我希望我們民建聯和我們不同黨派的朋友 例如何啟明議員和謝偉俊議員 一起在這裏作出嚴密的跟進 看看將來我們能夠做些什麼的工作 以及等著陳凡局長 他所說的堅決會查清這個事實 好 郭文有沒有 郭文貴議員 是 好 跟著啟明 好 郭文貴議員 好 亦都很多謝 鄧志威議員 鄧志威議員和法團主席 是揭露這個問題的 正如我今天在立法會質詢時段都提出 整件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要運防局局長和防委會要搞清楚 究竟這個問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還是一個保養維修的問題 似乎現在呢 運防局或者房屋處 在未有好深入調查之下 就很興奮將它歸納為一個維修的問題 就交回給屋苑的法團和管理公司去處理 那也都表示其實在賣樓的時候 每戶是給了一萬四千元的保養維修費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機會錯誤的引導 因為這個一萬四千元 其實真是被一些業務 做一些日常的維修或者保養的 如果這個是結構性的問題的話 老實這麼說 就算這一萬四千元全部用了也好 都完全不夠呢 是蓋上那條數的 而整個捉完不穿 其實現在就是每一戶 就是有14000元 一萬四千元左右 其實現在的儲備是多少 中國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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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省了7000元 即是它的儲備7000多萬 如果真是在結構性的問題裡面 其實是可以不單是7000多萬的 因為這個天文數字可以很高的 所以我們很擔心你要一些的消業主 基本上買得租借的話買得公屋那些 其實都是基層家庭來的 那這一萬四千元原本只不過是幫助他們 他做了一些簡單的維修保養的 如果要他們承擔一個結構性 或者是蓋房子的時候 已經出現的一些錯誤 這個對他們是絕對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是要求房屋署和運房局 第一一定要有一個獨立的調查 調查清楚整件事究竟是結構的問題 還是保養維修老化的問題 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就正如很多的同事所說 如果證實了真正結構上面的問題的話 房委會房屋署一定要全力承擔起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不能夠去轉介給其他的小月主 他承擔的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都擔心這件事只是冰山一角 那希望房委會房屋署也都可以在 那39條的租借屋邨裡面呢 進行一些全面的檢查的 謝偉俊議員就是竹園北村業績亂法團的 法律的顧問 法律的顧問 謝偉俊議員 定非宣布加民建聯 我們一起搞這件事 大家好 我也想補充一點點 因為從法律角度看這件事 有足夠的儲備金 這些全部都是建基於有關的問題 如果是能夠一般是可以眼視測試到的 表面看得到的 而當時是接受了的 那可能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如果任何是一些隱藏性的 所謂 latent defect 那這些不是輕易可以一般普通人可以知道 而是可能要真是很專門的專業人士 或者經過一些很詳細的調查才可以找到的缺陷 這些全部都不是法律上可以隨便有個期限可以推翻了責任 那這方面我們希望有足夠的 或者是更加審慎的調查之後 作出一個決定 然後才在法律上是否有更加穩當基礎 是追究當局的責任 好嗎 那我講補充這麼多 好 何啟明議員 其實我們根據我們之前在竹原村 我們幾個議員都開了一個軍民會 有一個丁子威議員去帶頭 他差不多600人 有沒有 600人的一個月票下來 十分之關注這件事 現在我們見到政府回覆 其實是主要的角度 是在於他一個持份者的角度去處理 那就是作為一個發展商 我們在地界上面寫著是房屋委員會的 如果房屋委員會真的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他作為發展商 他的一個責任 即使他是多少年都好 他應該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其他的屋院處理過 其實理論上 居屋屋院可以有十年的保養期 但是這些是屬於 真是如果是偷工減料的話 其實他不應該是因為有年份 而是放棄了 因為他是發展商 而導致了居民要去補錢 去填洞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房屋處 或者房委會 應該是就住同期的樓 應該要做一個全面的檢查 確保他們是根據 原本圖劑上面的一個 的興建方法去興建 才可以確保到我們小業主的安心 而不是說他們作為純純一個持份者 在39個屋處裡面 無論他是持十幾個百分比 也好 多過六十幾個百分比 而是純純一個持份者的話 我想這個是房屋處 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作為一個發展商 他應該有回應付的責任 去給小業主一個交代 我想這個是政府 以至房委會 應該兼負的責任 好 我想安全問題 絕不妥協 這句話引用陳凡局長說的 那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認為是冰山一角 始終房委會 或者在運防局 都要去證實 人命安全這件事 是沒有任何的逃避的 那我自己覺得 房署必須主動 是一定要去做好調查 亦都要求他 委任第三方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處理好 給我們小業主 給公眾人士 有個誤解 就是去ICU自己人 查自己的情況 那我想就看看我們的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想查詢 好嗎 麻煩你 講一句話 三郎議員 所謂的總統 我想ICU最主要的答覆 基本上就是一是有關的情況只是一個個別性 有關的位置的測試可能並不是代表了全部的情況 第二就是有關的圖則也不代表一個當時正式的建築圖則 只不過是他們全黨的一個圖則 就不能夠以這個圖則的一個對比 就說有關的結構和圖則是有違背或是有入和出入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當然也是站不上了 也都剛才說過 如果是說當時他們有三方面的保障 一個就是賣樓之前做過的圖刷 接著有七年的保證 接著有另外一萬四元的保證金 這些似乎是房署的一個所謂答辯的理由 但是現階段來說 恐怕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比較有公信力的可信的一個調查 專業的報告呢 才再決定究竟在圖則方面有沒有任何是出了問題呢 又或者如果剛才剛才說的 任何一些所謂 latent defect 一些隱藏性的缺陷是不能夠一般看到的話呢 這個在法律上是在時限 就是由發現到問題開始才算數的 如果是有這個基礎的話 只不然在訴訟方面會有一個比較充實的根據 這個恐怕現在就是言之上早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我們會叫你力爭 也都按法律去追究 房署者一句說話 在社交封信這樣覆蓄的 或者是涉及樓宇老化 或是商間維修保養的問題 他這樣一回覆 我認為是相當不負責任的 你問我呢 作為獨立調查組 是應該要去深入 就著這個問題 是全面去做一個調查 而不是就阻止抽樣 或者就叫做 科技說話回來 就當是件事就處理了 所以我相信 我們會繼續跟法團 繼續會跟當區議員 甚至乎我們現在跨黨派的同事 是會繼續跟進這件事的 我想要補充多一點點 節目朋友 so far以來 無論我在區議會層面 甚至之前 都透過書信向立法會議員去 申訴這件事 答案都是說 在維修保養基金 應該會cover 因為房署都是 先維修 先維修 後出售 其實這件事 我想都是一個房署 上方保劍 總之它就是 先維修 後出售 人肉錄音機 其實我們問了這麼多次 so far 大家都拿不到一個 比較公運的答覆 直至今早 可能質詢到陳局長 他們都是說 他認為同事做事跟著標準 那標準何來呢 檢測了出來 為甚麼 作為一個獨立的ICU 一個這樣的機構 有沒有真的開過那個洞 開過照片 有沒有真的進行過一些 就是深度的調查 還是純粹拿我們的圖 跟著給意見呢 這個我是非常質疑的 愛議員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跟大家去講解這件事 好 各位朋友 主席不如你回答吧 馬主席 這個絕對 喂喂喂 你坐上去 你站這裡是不行的 好 好 國安提到我出來 好 好 肥方錢賺 不好意思 這個是絕對是的 因為這個工程師很肯定 這樣跟他ICU說 或者跟我們法庭回報說 就是因為它鋼筋 少 擺少到一些鋼筋 而令到這個裂縫 這個肯定的 不過剛才阿丁議員也解釋給大家知道 如果ICU是公平公正的 你應該 應該 你另外 去打開多一兩個洞 來看一看 究竟 是不是只有這個位呢 這樣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做 他只是 我們給他的資料 就根據那個資料 就說 沒有問題 這樣 在現階段沒有危險的 那這一點 正正就是說 不負責任 好 他還有沒有媒體朋友有查詢 是 我想問 其實如果 公平公司有沒有 遇到過你的 現在可以怎樣處理 你那個 不同的問題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第三 就是 如果 現在 你剛才說 可能是有些隱藏性的決策問題 可能那個最數期 都會 長了 或者證實到那個隱藏性的問題 但是如果現在表現上 可能 就是未必找到這個隱藏性的問題 根據 民主和房居 可能簽證 最多簽證那些 買賣合約 其實民主還有沒有一些 或者是可以和房居 追究一些相關的情況 我想 現在都是假設性 陳恒局長就說 假設沒事 我們也可以假設有事 當然 到最任法律站 那個舉證站 在我們身上 現階段恐怕 我們未來的一個概括性的說法 就是究竟有沒有足夠的理據 用這個隱藏的決策 去做一個起訴基礎 但是這個 我們最終會了解一下 去研究一下 好 我回答了沒有 我回答你 剛才你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結構應該要怎麼做 在現階段 我們都在等著 如果你是身為一個專家 你獨立調查組 就是給我們一個意見 但是 很可惜 獨立調查組 跟我們說 在現階段 他說 他沒有說沒有危險 也沒有說危險 叫我們去維修 他只是小問題 也沒有說沒有危險 也沒有說有危險 即是我們怎樣呢 我補充 剛才你問那個 潛在性的危險性 根據外面的專家 假設 如果真的 是揭陷性 即是建築揭陷 他追一輩 是沒得走的 我聽說 聽說專家這樣說 好 其實陳凡今天的答案 我是表示憤怒的 你見到我追問他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根本就是答非所問 14000元的維修基金 是被一些市協主 去負責他其他日常的維修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叫做潛在的建築缺陷 如果你說這個存在建築缺陷 能夠用這14000元去處理的話 我覺得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為說的是天文數字 第二樣東西 這個存在的建築缺陷 我們一定要叫它正視 因為現在不單止捉完北村 我說的是全香港39條租治村 都可能陸續會有這些問題出來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要 一視同仁 你麻煩你全部檢查完 那你就會適公眾兒女 你那些年說天水圍沒有短樁了 說原水沒有事了 那最終就全部都中了 我想某程度上這些事情 一定要透過第三方的獨立調查 是有一個公信力 讓市協主知道能夠安居樂業 其實我期望運防局能夠 委任一些註冊的結構工程師 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 或者他是外聘也好 以至乎到他透過不同的途徑去找也好 因為現在的情況出現了 就是法團找了他的結構工程師 說有問題了 防處的ICU 自己人查自己人就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包庇我不知道 但是某程度上如果這樣的話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最後一件事就會不了了之 我覺得他有一個獨立第三方的調查委員會 是會令到公眾適宜之餘 亦都可以確保 三十八條村的租住屋村是安全的 好嗎 我可以補充這一點 很多時候我們打官司訴訟 如果雙方都有專家證人的話 很多時候大家互相委任一個專家證人 然後大家互相比較 又或者如果更加可能為了省錢 雙方都同意找一個比較專業的專家去做這個報告 雙方都可以接受 這個作為一個將來訴訟的基礎 這個是比較普遍的 所以這個也不會花費太多錢 只要肯做得到 好 好 我的理解 因為這次碰對線 可能上天左右 梅園樓那裏出了一點時間 於是這個缺口令大家關注了這個問題 於是有專家在這個缺口裏作出一些再生命的調查 但是至於整體上這麼多八棟樓 還有其他潛在的結構上的問題 這個恐怕要拿足夠的sample size 足夠的樣板的數字 才可以作出最後和更加專業的判斷 例如我們在西九線好 高鐵有那些鑽洞 鑽得不夠 往往是出事 因為就是sample size 不夠 希望這方面 就不要讓大家 是建基於這個不足夠的基礎上 或者素義基礎上 作出一個不準確的判斷 這個是遺憾的 如果大家可以更專業地去做 或者廣泛地去做 是更加有利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最終如果我們迫著要自己做 當然我們都很難考慮這個步驟 但是如果雙方可以協議到怎樣做法 拿什麼sample size 最好 怎樣做法 這個是更加有利雙方解決這個操縱的基礎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不如我們再拍多一張答 因為其他同事加入了 好嗎 謝謝 好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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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丁